苗栗县公管乡石墙社区开装超过200年 具有丰富的人文风情 除了发展观光游城 也重视在地安老 举办一年一度土峰舞班的成果发表 关心在地社区发展 县长夫人陈北琪也特地到场勉励 更与长辈同台 务动健康 随着音乐摇摆 妇女展现青春活力 苗栗县长夫人陈美琪 县议员孙肃娥也热情上台 修出好舞异 由县府公管乡公所 补助办理的土峰舞发表活动 在公管乡石墙活动中心展开 长辈齐聚一堂 欢乐又温馨 我觉得非常的棒 因为可以让这个 关怀据点的一些老长辈们 一起同欢 那我觉得即使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不但可以联络感情 然后跳跳舞聊聊天 然后让脑筋动一动 很快乐 尤其刚刚我有跟 这个土峰湖的长辈们 一起在上面活动 我觉得留留看 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 深墙社区发展协会 不只有导览观光 也着重尝照政策 推广一支课程之外 搭配妇女们组成的土峰舞伴 循序渐进带领长辈动起来 提升经耐力 老人家都是比较没有办法 转得太快 所以我们都选择 用慢的步伐 带动他们来出来社区动一动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属于 比较农业的社会 都是种红枣 所以老人家都没有伸展舞台 所以我们都是利用这个时候 可以带他们出去表演 让他们有伸展的舞台 跟年轻人一样 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所有 所以今天刚好成功吗 是 对对对 所以老人家 你看他们都八十几岁 也有夫妻党的 一直成立以来 都一直跟我们配合到现在 所以我们的叫不老歌舞团 长辈舞动身体 交流同欢 发展友谊生心的休闲娱乐 也透过成果发表舞台 展现自我才艺潜能